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本周的全球进行式 我是秦琳谦 首先来关心的国际焦点是 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的G20峰会上 很罕见的没有炮轰他看不顺眼的与会领袖 反而是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开会 认真商讨贸易问题 谈判成果 目前看来是美国暂时占上风 川普在G20峰会上跟习近平大和解了吗 美中贸易战从今年3月开打 双边谈判一次又一次的破局 过程不尽愿意每碰头一次状况就更糟 但这次川习会谈后川普心情大好 在回程的飞机上就忍不住跟随行记者报喜 这场打了快9个月的贸易战总算可以先暂时休兵90天 G20川习会决定原本对中国大陆商品要调高25%的关税先缓缓 但休兵期间贸易代表不可松懈 因为这90天得要密集谈判 如果90天后没结果 关税将恢复 另外大陆还需同意美国高通合并恩质普的交易 以及对敏感药品芬泰尼加以控惯 有分析师表示 用休兵来形容贸易战太乐观 美中贸易战只是暂停而已 因为北京政府可能再用旧招对付美国 换取时间 让小老百姓们至少能好过年 川普接连放出好消息 在推特宣布 北京同意降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 但根据美中官方说明 双方仍相当分歧 光是90天这个缓冲日期 只有美国提大陆没提 90天后剧情要怎么走 考验者谈判代表们的智慧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G20当然也影响到了美国股市剧烈震荡 先是传出美中贸易战战时 休兵美股大涨一天之后急速重挫 后来因为大陆的态度不明朗 再加上川普在推特上面威胁大陆 如果90天的谈判期没有结果 他就要提高关税 绝不手软 这又造成了道琼大跌了 近800点 美中贸易战战时休兵 带给投资人的喜悦不到一天 马上就因为川普的一句话破功了 不但称自己是关税人 川普还向北京嗆瞎 说如果有人想抢美国财富 对方得付出代价 而在这之前 白宫的经济顾问这席话 让投资人更加物理看花 大陆没有证实到底有没有要 降美国进口车关税 且白宫官员不断炫耀北京让步多少 对接下来的谈判没有帮助 更让大陆感到意外的 是美方之后的谈判代表 仅换成鹰派人士 目前看来美方要求大陆做的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点头答应了 但仍有其他的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 川普最新表示90天协商可能还会延长 而大陆则是一直没提90天期限 直到5号上午大陆商务部声明才首度提到 确实有90天的谈判时间表 但如果到2019年3月1号前还谈不拢的话 美中贸易战恐怕还得继续打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老布希布迪并魔 缠身美国时间30号晚间过世 享受94岁 1989年就职的他任励经历了苏联解体 跟德国统一 也以美国为首发起波斯湾战争 他曾经立主替台湾保留联合国的席次 而卸任之后还曾经带着妻子巴巴拉来过台湾 美国前总统老布希当第30号晚间 此事长眠 现任总统川普透过推特哀悼 欧巴马同样干伤发文 而他的大儿子小布希 则是代表家人发表声明 感谢各界的关怀慰问 1989年就职上任 老布希任内经历了苏联解体 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 我们没有离开 直到我们的任务完成 直到处军人出售 中东战云密布时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老布希以美国为首发起波斯湾战争 沙漠风暴任务的大规模空袭 成功轰走海山 老布希不只曾立主替台湾保留联合国席次 也同意售台150架F-16战机 更曾在卸任后带着妻子巴巴拉造访台湾 和老伴巴巴拉布希竭离73年 感情依旧甜如蜜 老布希更常在晚年生日 以跳伞庆生 只是今年4月巴巴拉病逝 老布希的病情也开始亮红灯 如今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 老布希不只是儿女眼中最棒的父亲 也是让不少美国人怀念的现任领袖 新闻早报道 老布希此事 移临到华府的国会山庄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跟布希家族 曾经有过不愉快 还是亲自前往制疫 而其实最让人感到动容的画面 就是老布希生前 陪伴他半年的服务犬萨利 一直坐在棺木前 忠心首领 朝空中发射礼炮至尽 美国前总统老布希的灵鹫 抵达国会山庄 儿子小布希眼眶泛红 神情哀气 老布希离世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和布希家族不合目 但依然和妻子梅兰尼亚出席之意 包括前国务卿鲍威尔等不少美国政要 也来送最后一程 不过当中最不舍老布希辞世的 应该就是他 配到最后一刻 服务犬萨利趴在老布希灵鹫前 这个忠心的画面 感动全美国民众 为了协助老布希度过丧气之痛 萨利今年六月来陪伴老布希 他会开门 会捡东西 更是随传随到的好伙伴 曾陪着老布希和克林顿铺面 一同现身投票 忠实的萨利在守灵后将功臣升退 虽然有萨利批办 但失去了相处七十多年的妻子 对老布希打击还是太大 专家分析 老布希可能因为心痛 体内荷尔蒙上升 造成身体无法附和 因此心碎离开人世 体验新闻重合报道 特别新闻